原定由智利承办的第25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几天前改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掀开序幕 全球将近200个国家都有派代表出席 针对2015年巴黎协定实施细节等议题展开进一步的谈判 包括如何规范碳交易市场和进一步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等等 不过这一场气候大会的另外一个焦点是落在 那位带动全球儿童应该说带动不少儿童 在每周五罢克上街抗疫气候变化的瑞典环保少女通贝里的身上 她在大西洋上经过了三个星期的翻船航行 抵达葡萄牙里斯本之后 昨天终于乘火车赶到了西班牙 向大家证明这个愤怒小朋友的力量是不能被低估的 瑞典环保少女通贝里昨天受邀出席 第25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一场座谈会 获得大批媒体关注 她在与西班牙和乌干达的社运分子对谈时表示 虽然自己成功针对全球的气候问题发起罢课浪潮 但各国领袖却只会称赞他们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除了呼吁当权者必须在这场气候大会上给出实质的方案 通贝里随后也走上街头加入由拉丁美洲原住民所举办的示威活动 抗议各国政府解决气候危机的进度太缓慢 宛如环保界巨型的她 更是在上台致辞时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欢呼声 通贝里强调原住民是全球暖化危机下最大的受害者 因此她鼓励在场者继续发挥人民的力量 为少数群体和环境议题发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